以前听到船屋,首先想起的就是儿时看到的那些在湖泊河流里漂泡谱地,吹烟鸟鸟的渔船。 船屋究竟是什么? 打个比方,就像陆地里的房车水上的游艇,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船屋是实实在在的,和我们所见的房屋一末一样。 只是一个建在地际上,一个安置在水上漂浮平坦。 按照游舞动力,船屋分为两种,一种靠自由的动力移动,一种只要靠拖船来迁徙。 今天走走聊聊就带大家来看看多灵多的船屋部落。 这里是悬崖公园的餐厅,靠大湖一侧,是游艇码头。 游艇现在稀少,因为大多数上岸保养过冬。 港湾水面也接着冰。 咖啡水面也接着冰. 这里是餐厅的内侧 远处就是被称为多伦多湖上长城的 著名释迦堡十里悬崖 靠左这一侧的就是一排船屋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船屋停靠在码头 形状不一 高低不齐 色彩各异 非常好看 湖面上也是一层丁 以前餐厅这一侧有门有人把手 无法入内观看湖上船屋 现在餐厅停业 货到洞开 也没人 所以走走聊聊有了和大家分享的机会 大家仔细看一下最近第三家船屋的外观 过一会 会有惊喜 大家仔细看一下最近第三家船屋的外观 这个是最后的一位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船屋的外观 在这边的外观看 我会看到这些船屋的外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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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木板道就是船屋步路的步行大道 靠它连击每家每户 连击船屋和陆地 下面我们从陆地一侧来瞧瞧船屋的背侧 或者大门一侧 夏天到来时 这里树枝密密麻麻的 根本没法看清 冬天一切都变得那么清楚 没有什么阻挡 还是要注意这第三家的外观 感觉邻里之间的距离更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的建了小花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金鸡带人来看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的开了陆地后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谜底揭晓 第三家呢 正在挂牌出售 可以贴上图片 瞧瞧内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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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收看